大家好 我是說臉 我是飛口 我們是100種理想 是的 今天沒有小孩 我們要來聊聊小孩的事情 最近我們去幫料理申請了自學計畫書 4月底以前要交 我們很順利的交出去了 Hallelujah 也就是一個掌聲 哇 解鎖耶 那時候在破壞線洞裡面 就有蠻多人問說 可不可以分享我們怎麼樣做這個自學啊 所以我們才剛交出去了 對 我們其實才剛開始 但是因為在這自學計畫書裡面 就是有很多要寫的 所以我們就覺得 欸 好啊 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 我們怎麼去預備 可是實在是太長了 所以我們打算分成幾集 跟大家分享 就是我們到底為什麼要這樣做 做了什麼樣的預備 跟大家分享我們的過程 因為我們也是被別人幫助 那所以呢 在寫這個計畫書的時候 一定會有所謂的計畫動機 其實每一個家庭原因都不一樣 就我們為什麼會想要進入自學呢 第一個 因為我們認為 教育的本質其實是在家長 主要的教育者應該是要以爸媽為主 老師也很重要 但是我們認為如果我們的環境 我們的條件允許 甚至我們也想要往這個目標去努力 我們就希望我們能夠成為孩子的主要的教育者 我們認為就是教育的主軸在家長 其實並不是說家長就要好像十八班武藝全部精通 所以我要國因素 歷史 地理 自然什麼 全部都能夠這樣去教導我們孩子 因為其實我們從小到大我們都是在這些科目裡面去學習 但其實現在的教育制度 其實是因為從工業革命之後開始到現在的 那為什麼會有現在這樣的教育體制呢 其實是因為當時工業革命迅速的發展 然後爸爸媽媽都在努力的工作 沒有時間教育自己的孩子 那孩子在那個時候 就開始要被教育成一個可以工作的人 教育好像變成一個工廠 好像人進去然後生產出來各式各樣的人 然後是為了要符合工作 那但是其實未來的世界其實是已經更不可預測了 其實有許多的報導都說 未來的工作其實有六成是這個世界本來沒有的 要因應未來需要的是創造的能力 而且還有一個能力也很重要就是學習的能力 我們在學如何學習 那要成為一個喜歡學習自動學習 跟會一直學習的人 跟他的特質跟他的品格是有關係的 他不是為了要符合別人的期待 而是他裡面有一個動機 就是他一直的對世界好奇 想要學還想要去做 那要擁有這樣的能力其實跟從小環境是很有關係的 他的環境如果就是一個常常會讓他好奇去探索 或是引導他去觀察 發現從中得到滿足 那他就會一直保有這樣的熱情 但是呢這樣的一個自主學習的能力 其實從我們的經驗 我們的成長背景 既有的學校的體制 其實是比較難的 因為我們從小到小其實都是講白一點 其實我們都是為了考試而學習 可是其實我們並不知道我們真正到底喜歡什麼 我們認為其實這個跟教育的體制是有關係的 所以我們希望我們可以陪伴我們的孩子 一起去找到他們的天賦 真正熱愛的東西 而且不是為了考試 然後自己就是為了考試然後念書 然後這樣悶悶就是到高中之後呢就放棄學習了 我連考試我都不想管 那像我呢我還是被考試吹逼 所以我一樣放棄學習 可是在考前還是會努力一下 我是靠著運氣啦 靠著運氣考上大學 所以你會發現為什麼台灣那麼多考前衝刺 就是我們好像學習都變成為了考試 那其實我覺得是很可惜 那當然我們都知道現在開始的108課綱 它其實就是為了要翻轉這樣的一種學習的目標 那我覺得這個是很好的 我們的教育部其實是很努力在做這件事情 但是就回到我們剛剛說的 我們其實希望我們是主要的教育者 所以在這個發展的階段我們自己也想要來嘗試 再加自學也去實驗這樣的一個教學方法 但是頭腦知道這件事情很好很理想 可是要實際的去落實是有個落差的 而且我們是這麼容易放棄 憑著感覺 所以我們就在想那好啊 要創造一個可以一直引發自學動力的這樣的環境 到底要怎麼去做 然後我們就發現原來是我們的信仰 因為我們剛剛講嘛 自學的動力是因為它對於世界一直都有好奇 可是我們曉得這個世界是上帝所造的 所以當我想要認識上帝 想要認識神更多的時候 我會非常自然的就想要認識這個世界更多 去認識各個領域 不會覺得這個我喜歡不喜歡 所以我就要學或不要學 而是我會因為 哇這是神造的 所以我都想要去了解 想要透過上帝造的這一件事情 這一個領域來更多認識它 所以其實信仰反而是我們在決定自學 很兼顧我們的原因 也會是我們在做自學教育裡面 很重要的一件事情 所以我們會把信仰的內容 信仰的價值會放到我們所謂的每一個學習的內容裡面去 那這個也是在現行的教育 或在學校裡面是沒有辦法做到的 所以我們決定要進入自學 也是因為這個原因 所以呢我們進入自學 其實自學的關鍵不是孩子 是家長 其實我們也想要跟孩子一起做這樣的一個實驗 我們也期待我們想要在這個過程當中 我們也找回我們的好奇心 已經失去很久了 對我們自主學習的動力 所以在這個過程當中可能會遇到很多 我們真的也很陌生的 我們真的要跟孩子一起學習 但是其實爸媽是有自學能力的 因為沒有人天生會當爸媽 都是看著別人怎麼做 或是你會去找資料 找一個你覺得理想的範本 想辦法去做到嗎 這是自學 當你孩子生出來的時候 你這個能力就長出來了 所以我們也很感謝 就是因為料理現在要上小學了 我們必須要開始選擇 要用怎麼樣的學習制度 對給我們一個機會 所以比我們去想到底我們要怎麼樣教育 對我們要跟著我們的孩子一起再成長一次 過去錯過的或失敗的 或者是不足的能夠把它補起來 所以呢如果你對於我們的自學好奇的之後 可以追蹤我們之後相關的影片 如果你對於自學也有任何的問題也可以問我們 但是我們不一定回答得出來 對我們才剛開始 我們只能就是分享一些心路歷程 或者說我們也有去問過一些前輩一些問題 那如果剛好這也是不是你的問題的話 我們就可以回答你 但大部分真的去了解他們為什麼要自學 動機都跟我們差不多 同溫層比較厚 主要的教育者就是家長自己 然後我們不是為了考試 或是要符合別人的期待而學習 而是我們可以一直保有一種自學的動力 然後透過在自學的過程更落實我們的信仰 可以更整全的認識上帝 以及他所造的這個世界 所以呢這就是我們為什麼自學的原因 基本上應該會過吧 哈哈哈哈哈哈 雖然我們的計畫書交出去了 他還是會有一個審核的時間跟機制 對我們其實還不知道會不會過啦 我們雖然現在拍了這個 我們到底為什麼 但是其實也有挑戰等在我們前面 沒錯 重點是就是爸媽要負起責任 那如果你有完整的計畫 教育部教育局其實都是尊重家長的 因為我們都希望我們下一代是更好的 好那我們這支影片就到這邊已經結束了 如果你喜歡我們的話 請按讚分享加訂閱 我們是100種理想 掰掰